不要理会 之前你答应过我的 鲍鱼你刚才的那个眼神 是想要打我吗 有种你打一个试试 现在我可是周氏集团的人 要不是宋家被周走灭了 估计已经是死人了 张娜这鲍鱼跟宋家又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知道吧 鲍鱼这废物 当初可是来到宋氏集团门口闹事 扬言要宋刚给他登门道歉 你们说他是不是有病 顿时在场的众人 皆是笑得前仰后翻 仿卜听到了 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似的 你们在咬什么呢 这么开心 赵老师 赵老师 各位同学 好久不见 赵老师 我们刚才在聊许如烟的老公呢 接着几名学生 七嘴八舌将鲍鱼的事迹说了出来 听完后赵娟比仪的看了鲍鱼一眼 如烟你是我曾经最喜欢的学生 所以老师必须得提醒你 一个女人能力再强终究是有限的 还是得学会借助外力 比如找一个对你事业有帮助的男人 这种男人怎么配得上你呢 要家事没家事 要能力没能力 不但帮不了你 还处处拖累你 许如烟脸色很不好看 她感觉这个老师也有些变了 为什么会如此片面的去看待一个人呢 小如 老师很欣慰 你现在发达了 还能记得这帮同学们 其实这顿饭是我男朋友请大家的 汪如你男友是谁啊 也不给我们讲讲 反正就在这时一名男子从门外走了进来 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的男朋友黄耀 第好酒店的总经理 黄哥感谢你请我们吃这顿饭 黄哥如此年轻就当上了第好酒店总经理 真是人中龙凤啊 以后你们要是来第好酒店 吃饭一律七折 同样你们要是遇到什么难事 给我说就行 我在江城还是有些关系的 看看这就是差距 找男朋友就得找黄哥这样的 可比某些人的男朋友强太多了 这是张娜的声音响起 这种奚落许如烟的机会 她可不愿意放过 这位兄弟想必就是小如同学 许如烟的老公吧 以后要是缺工作 可以来第好酒店 我给你安排一个保安的位置 之前汪如就给他说过 要羞辱许如烟的事情 鲍鱼还不快谢谢黄哥 太没礼貌了吧 鲍鱼沉默不渝 要不是因为听老婆的话 他早就一巴掌甩过去了 这是一名服务生走了进来 将两瓶红酒放在了桌上 居然是罗曼帝康帝 这酒怎么了 这可是罗曼帝康帝啊 最便宜的都要几十万一瓶 这两瓶还是其中最顶级的那种 一瓶至少得上百万 所有人呆之住了 这酒居然这么贵 他们下意识都看向了黄耀 此时的黄耀也惊呆了 他可是记得这两瓶酒 可是董事长王震的珍藏啊 随即他把服务员叫到了门外 谁让你把王总的酒拿上来的 是 是王总让我送到这个包厢的 黄耀微微一愣 一定是王总知道 我女朋友在这开同学会 所以送两瓶酒给他掌面 各位既然都是小如的同学老师 那就是自己人 对自己人我从来都不吝啬 这两瓶酒都是小意思而已 是啊 大家不用客气 这酒对黄耀只是小意思而已 光如此刻心里满满都是感动 黄耀为了给他唱场面 居然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我们必须要敬黄耀一杯 我看那位豹兄弟就别给他到了吧 估计他也喝不惯这么好的酒 哈哈哈哈 黄耀说的对 这鲍鱼确实不配喝这么好的酒 谁说鲍先生不配喝我的酒了 两名中年男子端着酒杯走了进来 这两人正是王震和周元 看见王震 黄耀愣住了 看见周元 张娜愣住了 王董您 这也太客气了 还亲自来给我敬酒 属下真是受宠若惊恩 刚才里面太吵杂了 他并没有听清王震的话 此人居然是王氏酒店集团的董事长 王震 周总 没想到你居然来了 这怎么让我好意思呢 还是让我来敬你吧 周总 能让张娜如此尊敬的 只有那个周氏集团的老总周元 两位大佬亲自来到他们包厢敬酒 顿时所有人都有种走上人生巅峰的感觉 这一切都是因为包厢里的两个人 黄耀和张娜 鲍先生对不起 让你在我的酒店受委屈了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什么 王震居然称呼鲍鱼为鲍先生 我问你 我送给鲍先生的酒 什么时候成你的了 我 我以为是王董 你送我的酒 我送你酒 就你也配 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 同时你还要付出点代价 来人啊 给我打断他一只手一只脚 优出去 王董我错了 我真错了 求求你饶过我吧 我不敢了 你刚才有没有说过 我抱老弟坏话啊 张总 我 从现在开始你也被开除了 张娜瞬间呆滞在原地哭了 餐桌前的众人也是目光呆滞 此刻他们才明白 最可笑的是 他们自己并不是鲍鱼啊 许如燕虽然不解王震 为何对鲍鱼如此客气 但他看见这群同学震惊的样子 心里说不出的解气 抱先生 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向你赔罪 话若他直接将满满一杯酒干了 抱老弟 给老哥一个面子 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鲍鱼点了点头 转身对着许如燕一群同学 冷冷说道 如燕对你们忍让 并不代表这是你们得寸进尺的理由 要不是如燕让我不要理会你们 你们以为现在还能好好坐在这里吗 抱先生 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 无论你想怎么对我都可以 但还请你出手救救老爷子吧 不用向我道歉 你也不欠我什么 让我救你家老爷子可以 但我要收费一千万 我用来看 你也不欠我 我用来看